今年比班李彦霆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学住地五号 自从妈妈去学校参见 牺牲家长做团货品后 就做了许多住地五号的感觉片 用词帖贴在冰箱上 他说明冰箱里有你爱吃的东西 只要你认识上面的字 就可以打开语诗 爸爸说妈妈的词 不过这一招听起来像是在训练中 妈妈不高兴认识 住一号很重要 这个办法是学校的 认识教育理的 再说人缘分不是当官 虽然就儿缘有交过 但小学学的才是最正确的 得重新学 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 只要记得一字就打开冰箱吃一块样膏 但是我今天妈妈却又喊叫 不行你越胖了 这个游戏必须结束 今天老师考度一成套地鞋 结果我只考了二十分 妈妈看了差别轮到 我像爸只吃 不是我会写 而是听错 早是念B 我听成屁股 小心听饭 听成讲些吃饭 妈妈说你的耳朵应该是没不起呀 一定是没学好 再让你尽其一遍 结果妈妈她老师促语 她把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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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就是她一个人到最后反而是我叫妈妈去英语号 妈妈对老师说奇怪怎么跟我们的青春都不一样呢 爸爸曾说 用学校应该来看一个妈妈跟着孩子上的字课才证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好